週一晚間8點31分 北京朝陽公安分局通過官微宣布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經依法審查 對犯罪嫌疑人吳某凡以涉嫌強姦罪批准逮捕 今年7月22日 北京朝陽分局宣布 對吳亦凡多次誘騙年輕女性的舉報進行調查 不到10天 吳亦凡就被以涉嫌強姦刑事拘留 在中共警方正式批捕吳亦凡後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迅速通過官微發文 要求藝人及經理人公司以吳亦凡案為界 殺雞儆猴的意味明顯 根據中共的刑法 如果吳亦凡罪名成立 最重可被判死刑